昨晚直播有好几位粉丝让我说一说哈佛H5这款车怎么样能不能买 讲入手 首先买这个车的记住 它是个非承载式正八经的越野车的底牌询价 买它一定要注意油耗油耗油耗 不要买的时候一直冲动 买完后悔 突然油耗高 人家这个车油耗不会低的 记住 首先这一点就接受油耗再买 真是造孽呀 长城的老总魏建军也玩起了内卷 一个中大型正宗越野SUV 捐卖到十万起步 这是要卷死同行竞争者呀 让别人怎么活 整台车的车身长度就将近五米二了 轴距更是达到了三米一四 最要命的 最造孽的是 他居然用上了财福的8AT变速箱 看来没什么了不起嘛 以往财福的8AT只会出现在40万以上级别的车子上 这次长城 哈佛S5也用上了 长城老总魏建军也来了个血沙呀 我不管你那事啊 我就要销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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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不是啊 那么哈佛S5定价是十万到十五万之间 价格确实不高很实惠 它是基于皮卡金刚炮平台打造的 定位中大型SUV 有常规的汽油版 还有柴油版 全系都是五座 一个非承载式车身 整台车全车使用了73%的高强度钢 龙式车身结构 悬挂也是正八景的越野悬挂 前双踏臂独立悬挂 后面是五连杆整理桥式的非独立悬挂 外观非常的硬拍 前脸和尾部 甚至能看到坦克500金刚炮的一个影子 动力上搭那个2.0T的一个涡轮增压发动机 你车子非常大非常大 但是你记住买这个车子油耗会高的 如果你能重铸油耗想出去玩 那你可以购买 如果你要拿它当做一个层次SUV去对比的话 它油耗肯定会高 你不要去那么比 知道吗 那么比你就变买了 车子 我跟你说 无论是车子现代什么样 在价格的打压下 一切都是那么的造孽了 知道不 一切都是那么性价比高了 是不是